那請問一下 你們最容易在哪一種場合 火力全開 明爭暗鬥 A 小孩生日的禮物餐點 B 學校親子日運動會 好 A或B 請舉牌 好 都有 我本人是屬於比較低調的 所以每次有這種場合 我一定是坐在最角落 然後穿得最無聊坐在旁邊 就是看大家發表 但就有些媽媽 都很像是 你知道嗎 我想說 她是多怕人家覺得她家沒錢 比如說細肩帶 織細的那種細肩帶 然後 好想去 然後下面 然後那個膨裙 你真的會覺得 它裡面有藏人 你知道嗎 真的 但是這樣 對不起 好 現在的班親 會真的都這樣子嗎 我有一次一個不小心呢 穿得也是有一點不小心 太猛了一點 其實就是我說的那種人嗎 我們沒有到常人的那種程度 就是會覺得說打扮得體 是很正常 因為你 不能踮你小孩丟臉 對 可是你不需要這麼浮誇 然後還有一種情況是呢 他就是到了班上 他就是穿得也沒有說太浮誇 可是超貴氣 你就是 八百公尺 你就看他手上那一顆鑽 來耶 真大顆 然後想說 這種場合為什麼要帶那種鑽來 還故意對你的眼睛要閃瞎你 對 然後可能還有另外一種媽媽就是 他一直要 睜著發炎 講話 他一直要覺得 你們就是要聽我的 然後不是會選那種什麼 愛心 愛媽 班戴那種我永遠 我超怕人家問我要不要 但就會有一種媽媽很熱心說 我 然後悠悠的這樣 我想說 那他真的為民服務的精神偉大 但接下來講完那番話 我真的也想呼他兩巴掌 他就開始誇他自己 那個老師就說 媽媽妳好 那為什麼您覺得 您可以升任呢 他說 因為我從小就是班長 我不認為 在我這樣的一個姿勢水準下 我有什麼理由不擔任這個職 好可愛 我真的替他大鼓掌 我想說 你哪來的勇氣 然後全班的那些媽媽 剛剛那種細節 在小張的時候 都互換捲曲的 我想說遇到對手 妳那是學校還是那個宮廷 學校 真的 現在那個母姐會穿得太浮夸 會有後遺症 我就是第一次的時候 想說大家第一次見面 穿好看一點 就是一個洋裝這樣子 然後也是 有一點點蛋糕曲 一點點 大體為什麼 一點點 一點點 是不是高跟鞋 不副秀 是不是高跟鞋 然後就想說 然後那天回去之後 就有那些同學 尤其是小女生 她們很喜歡那個 媽媽穿得有點 小小公主風這樣 然後就有一個媽媽 就有傳來給我 就說那個什麼 妳那天穿什麼什麼樣子 然後還有我女兒 回家跟我講說 媽媽妳以後 可不可以來學校活動 也穿就是漂亮一點這樣 然後因為我媽媽都很好 所以我就說抱歉 但是我跟你講 後遺症是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其實平常去接小孩的時候 是拉他到一個不行 就是一個T恤 然後就是你知道 那種下半身失蹤 然後就是那種布鞋什麼這樣 有一次在門口 我就 就第二次去接小孩 我就在門口 然後我就說 Hey George 然後老師會要確認 是誰來接才可以嗎 George 然後老師一直說 這誰 這個是誰 你們家 你們家阿姨 你們家阿姨 然後這誰 我就說媽媽來了 她說 然後看老半天 這個是誰 這個是誰 我說不好意思 我是我是媽媽 就素顏完全沒有 對 圖文不符 小孩會比較喔 對 圖文不符 媽媽如果穿得不得體的話 他們隔天是會討論的 就是他隔壁 我跟他說 你媽媽穿得不行耶 土土的耶 真的 所以有一次 我女兒預知 我會代替她媽媽去接她 她早上出門就特別交代 說爸爸 你不是有一套西裝剛買來嗎 你能不能穿那一套 對 當時我在家 我就穿你睡一睡 我說我穿這樣不去接妳嗎 不行喔 這樣人家會說 妳是流浪漢 好可憐喔 真的 那你真的有穿西裝去 我就 他這樣講我就穿西裝去 我只是沒燕尾服而已 不然我就哪有燕尾服 還不可以 我的小孩生日禮物餐點 因為這兩年都疫情 所以我也進不去學校 沒有衣服 沒有困擾 就是小孩的生日會 還是會在學校舉辦 所以這兩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準備都準備杯子蛋糕 想說不要切蛋糕了 大家就一人捧一個 就好好吃就好 他們班有一個人 跟他同天生日 一個小男生 他回來就跟我說 媽媽 為什麼他的蛋糕 那麼大 我的 那麼小 我真的不能備急 我一備急 我這個八月 幫他辦了三場生日派對 第一次先辦在飯店 就是我幫他自己 複製氣球的如圖 然後我自己去氣球店 買氣球回來衝衝衝 好 再來 他不是說他嫌排場不夠大 我就包場了 包了一個那個親子空間 邀請他的朋友 我的朋友啊 學校的同學來 然後請氣球哥哥 請故事姊姊 請唱跳姊姊 一次給他那個 很滿身這樣 然後櫃檯 我還放了這個 千名捲軸 來 在結婚是不是 對 就他的心 好強喔 還有伴手禮 還有伴手禮 就是還有印他的照片這樣 我們還去拍了那個 五歲的那個紀念照 就拍公主的照片 全部都給他塞得 很完美這樣 然後呢 我送他去上學之後 他們學校有個柵欄 他們都會在那邊 跑來跑去啊什麼 然後我女兒就帶了一票同學來 媽媽 我同學有話想跟妳說 我說怎麼了 阿姨 那個啊 晨熙明年六歲的生日派對 我們也想去參加耶 沒有 但他在那個學校就很風光 大概掐壓了一個禮拜 書包每一天 都有各式各樣的卡片 祝妳生日快樂 我愛妳 明年也要參加妳的派對 呦 對 生日扮成這樣子 他將來怎麼辦婚禮 好對不對 所以還是留一點空間 給他能夠成長 留一點進步的空間 對 明年辦在麥當勞就好 對 沒有... 回不去了 因為他現在已經這樣了 對 你整個 孩子能選更好的飯店 要再更大 但是就是幅度不要拉那麼 我女兒三月三十 然後我們就三層蛋糕嘛 對小孩來講這個算是很難 三層蛋糕 然後呢 朋友的小孩來 然後整個就是 滿室都是小孩的那個 同言同語很開心 那我就聽到一個小孩跟他 媽媽 人家說三層 我每次都一層 媽媽就有點兇 那妳要幾層 媽媽 我... 忍不及力 人家過生日這樣什麼 十八層 是不是太虎了 那到底選人家還是選B的人 不正常 拿中場合 媽媽們一定會火力全開 民爭暗斗 A 小孩生日的禮物餐點 B 學校親子日運動會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這一題的話 我覺得選B 因為像我之前 去我孩子的運動會的時候 我就發現其他媽媽 都帶那種很可愛的小點心 然後要送給其他同學 然後我就心裡面 按字較勁的覺得說 下次我一定不能說 這個就是九月開學 一定會遇到的好問題 那我自己本身是很期待家長日 像我小時候就會非常期待 我媽媽可以盛裝出席 參加家長日 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時候 我媽媽應該是在班上是 清醒漂亮的家長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38%的KOL投給A 小孩生日的禮物餐點 而有62%的KOL投票給了B 學校親子日運動會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所以非常明顯的 選A的是不正常的 噴 這會冷耶 我怕會冷啊 好會濕耶 很... 那不與不知道 一比起來會把媽媽避風的是什麼呢 A 遠足的愛心便當 B 萬聖傑的服裝 這個都還滿值得比的 A過B 請舉牌 服裝 便當 好 這邊全部都服裝 這邊不重視便當 服裝很B人啊 萬聖傑 那個衣服 妳要幫他張羅嘛 對 可是因為我兒子是男生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 永遠就吸血鬼了 就是蜘蛛人啊 什麼東西 我就從國外網在媽 訂一個比較像話的 對 所以我其實 這個不給妳吧 這個 三千塊 好會喔 沒有 是問妳這個 穿一年之後不知道放哪裡 沒有 我就送朋友啊 他的小朋友可以繼續 那他就在送朋友 因為這種質感很好 可以穿很久 其實在台灣萬聖節還好 因為我們第一年 小孩是接觸萬聖節 是當時那一年 我是出國一年嗎 那一年剛好在國外 你要知道萬聖節的時候 已經很冷了 對 又十一月 對 當時在溫哥華已經很冷了 他非要穿公主服 妳要不要瘋掉 那公主服就很薄薄 你知道嗎 我就是給他穿著那個大衣 然後我說這樣好不好 妳要去敲門的時候 我再脫掉 所以後來回來之後 他們很懷念那個萬聖節 可是當時台灣 沒有流行這個萬聖節 對 所以我就跟我的 當時的助理 我住那個大安路嘛 OK 我就說來… 先去買糖 然後大安路還好平常有高官 你知道嗎 固定的店家 我說 幾月幾號幾點 會有小孩來藥堂 一群小孩會來 妳就直接給就好了 還去敦南派出所 拜託警察局 對啊 又會繞過去嗎 因為不能只 對啊 他說我們沒有糖 我說你不用 我們自己準備 OK 我女兒是李小學 那幼稚園嘛 那學校也很海派 真的 藥堂國的地方 辦在萬聖節 那萬聖節 就每個商店去藥 然後我就正在陪她的時候 電話響了 潘若迪打來 那潘若迪打來就說 老師妳在幹嘛 沒有 就陪小孩萬聖節 他在哪裡 萬聖節 就萬號酒店 你知道我女兒在哪裡嗎 我女兒在街頭跟乞討一樣 因為他們學校 把他帶去馬路上 然後真的 他家還戶著給他用上 不行... 因為那個不是 不是 因為這個一定要 準備的原因 那不是我們的文化 你沒有自己先去安排好 店家只是配合 把糖給出去而已 對 那否則的話 他真的會要不到 因為這不是我們的文化 對 他會覺得什麼意思 對 雞尾雞他都聽不聽不懂 對不對 那所以隔現在這幾年的 氣氛就好一點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 謝謝 capability 我們不可以 也沒有 做一個 文化 小鈴鐺 餅 我們不為 擴開